近日网上流传一段片段 一名15岁少年搭巴士士 小童非被发现后 车长随即贺令小童落车或给人权票 然而少年母亲出面袒护 批评车长态度烈 引发争论 少年骑后态度意180度大转变 反赤车 好大呀你扎车 片段流传后引起网民热议 片段 见该名黑山少年上车拍卡时 巴达通机响起特车票声音 车长望了一望该名少年 随即截停问你几多岁呀 众必小童 然而该名少年没有立即答 只是吓一声 在车长追问才答自己是15岁 车长急怒斥15岁必灭小童呀 少年骑后表示自己无卡 长遍停滴巴士打开车门 要求少年落车或立刻成人票价 二选一 少年则称我问下我妈咪先 吾呀我儿家 与此同时 少年向巴士后方的母亲求 称起叫我必成人呀 少年母亲急后行上车头 问生吾可以用小童飞咽 车长劳气回答不可以后 年母亲怒言你始无始态态度呀 你好低态度 有钱必你细路子无时也得无得呀 车长火起大 无必觅落车啰 最后 少年母亲再拍了一次成人 巴达通后 继续大骂车长态度不好 而少年货母 袒护后态度180度转变 闹车长我儿家插你钱呀 十闹闹生呀 好大呀 你扎车 车长没有回应 关门后 新驾车 片段流传后引起网民热议 不少人批评 对母子大巴士比足前戏基本也 三岁小朋友都 那滴乍乍滴 十五岁好意思叫小童 明显曲一直博猛 本一开始就想博大物 不过亦有人认为师兄太 真戏可以好低态 道理细腻度 死机做法毛的顶 是用错表达方法 两母子细无 但既我觉得思 无需要开态度 有少少过火 星岛头条up 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